每天省吃捡用钱的女神 如今却在家楼下和别的男人车阵 不仅狂夸技术比男友好 而且发现了男友就在旁观 还刻意露出一副爽翻天的模样给他看 这是男主手机突然传来了父亲病危的电影 没办法只能先抛下这对狗男女直奔医院而去 刘年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是因为打游戏搬砖突然昏迷不醒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为了调查原因刘年决定去游戏里寻找他 刚戴上VR头盔 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名为荣耀争霸的虚拟真实游戏者 起初刘年利用系统给的新手奖励 升级爆装备都很顺利 甚至还幸运地爆出了稀有修行临时 直到一群不速之客出现意外发生了 而带头准备抢夥他的正是那对狗男女 因为刚出新手村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 连前女友的随意一击都没接住 最终在小白脸的攻击下 被遇到毙命惨死荒野 然而当刘年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膝下竟多出了两个美女 而且还有个九尾狐狸主动投怀送抱球头 直到玉贵人拿出铜镜 通过叙述加上看到了镜子中那道陌生的 刘年这才意识到他竟然在游戏中穿越了 而且还穿越成了NPC伤咒王地形 唯一遗憾的就是他是在黄龄中获得重生的 为了验证这一切都是真的 刘年还特意吩咐玉贵人用舌头替他解决疲劳 结果果然如梦如幻爽翻了天 而苏打几见到大王有如此雅心 便主动提议要姐妹们和刘年来个鸳鸯欲 以此幸祖重获新生 眼看着达几虽然用了无尽岁月替他守黄龄 却仍然风韵有存 但到衣服锅下的那一刻刘年彻底做不错 然而走进浴池他又发现了个对劲 原来九尺肉龄还真的存在 并且这里不仅能使人缓解疲劳还可以加快修炼 那他喵的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修行吧 刹那间一道道月耳的声音传遍了点 作黄龄 大战一直持续到虚无中性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隐藏职业人皇 西德修炼历法九尺肉龄和暴体天雾 而当刘年刚穿好衣服玉贵人便传来了噩耗 表示申公报已经到达了黄龄 并声称要达几姐姐立刻出来一事 由于此行凶险未知达几便建议先把刘年藏进他胸口的视频中 如此刘年也可以一同和达几前去黄龄宣德殿会议会申公报 不久后画面来到宣德殿中 眼看着申公报竟敢私自坐上皇位 苏达几二话没说挥舞着力掌就要上前大战了 不料一小兵还想出手组 而达几仅仅仅是看了他一名 信息爆发间便已将其轰的盗飞而出 见状小兵紧忙出言叫停表示申公报已经接管了游戏运营 先冷静一下听他说完再打也不迟 而直到听完申公报的叙述流年这才明白 原来这款荣耀争霸的游戏乃是原始天尊和江子牙一同开发 用来从现实中选拔可以飞升仙界的人才 最初的设定机制规定即便是玩家在游戏中死后 只要晶圆不灭就可以去复活点复活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但这一切在申公报伙同通天教主将江子牙封印后都被打电 他们私自把魔界的妖魔放进游戏中扮成NPC偷偷吸食人类晶圆 以至于像流年父亲一样的玩家在现实中就会陷入昏迷 而原始天尊因为闭关至少需要千年才会苏醒 因此只要他们利用好时间吸收足够的人类晶圆便可突破智骨成就大脑 而此次申公报来黄灵的目的就是探查咒王是否已经获得重生 因为人黄的晶圆足以让通天教主境界跨越两个层级 但听妲己说咒王并未重生 申公报也就没有选择申救 只是承诺如果可以帮他找到咒王地心的准事 通天教主定会设法将妲己三姐妹救出黄灵逃出生天 说完便以巡视为由转身离开了宣德殿 听到这里刘年也明白如果不设法阻止申公报的阴谋 恐怕不仅父亲会出事就连现实世界都将毁灭一半 而见到大王有如此雄心壮志打底紧忙掏出了一块玉玺 表示玉玺乃是咒王林中所留只有人黄血脉才可打开 刘年一念一动 一把生了秀的宝剑便出现在了面前 据胡喜妹所言此剑名为龙凤剑 大城之日可一剑破万君 就目前状况还需要许多稀有材料才能激活 刘年听完也没选择着急激活宝剑 因为他此刻还是个新手菜鸟努力升级才是眼下最要紧的 听到刘年要离开打击紧忙上前抱住依依不舍 随后又发誓他定会勤勤恳恳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境界可以出去侍奉刘年 紧接着伴随刘年一念涌动作用在玉玺上的一刹那 便在爱妃们的恭送下 眨眼间就又穿越回到了新手村中 是家财万贯的豪门大小小 如今却以洗澡为名 将全身涂满迷魂药 背地里干起了色诱男人行切的勾搭 可男人不仅没晕 反而犹如猛虎一般将他扑倒在床 原来是药店失误把迷药换成了吹酿 这才导致女孩丢了第一次 被迫要求穷屌丝成了他的上门坠血 回想起两人出相识的地方还是在游戏中的新手村 刘年刚从昼王黄陵中穿越回来 就碰到了玩家们一拥而上前去抢活刚刚刷新的副副 其中属方奇尔一马当先冲的罪人 从他的速度和装备上不难判断 方奇尔定然是哪个大家族的客戚玩家 面对着众人都无法击杀的107参数镜 方奇尔使用宝剑奋力挥出 下一秒便将困住大家的藤腕全部抢 但却唯独忽略了隐藏在地下的一根藤腕 冲出地表的同时就将方奇尔和流年瞬间缠让 紧密地将两人捆住掉在半空中 随后就看参数镜低头的遗产 一颗颗果实缓慢移动到两人面前 方的一声炸裂而开 里面的荣叶甚至都将流年的上衣全部溶解中 见状方奇尔急忙表示自己的项链就是法宝凤凰铃 但此刻却无法施展催动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流年便一口将项链咬下 那每次都需要好久才能施反催动的凤凰铃 竟然在流年的嘴里被瞬间催动 当场将怪物抹杀 流年也通过击杀身术金获得了材料之外 还成功连升了三级 而相比于方奇尔的镇静 隐藏在角落里的前女友和小白脸却一脸问好 他们不明白这个穷逼为啥突然间会变得正确 但方奇尔却发现了问题 想到流年刚刚是用嘴巴施展催动的凤凰铃 方奇尔便来到了流年生前做出了一个大礼物 那就是亲自用嘴来搜索 可脚和半天才发现流年嘴里根本就没有一样 随即又紧忙起身表示简不会白亲 不远处就是即将举办拍卖会的宝华 先和我回趟家换身衣服 咱们就去为你买宝物作为谢 眼看着表面上方奇尔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感谢流年才会如此 可实际上他却藏着私心 回到家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流年 可以瞬间施展法术的秘密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还特意瞒着流年买了一瓶泥骨 导致俩人到达家门口时已经是夜晚时 看着面前自己曾梦想过无数次的大别人 流年正享受着财阀乐趣 见状方奇尔便借游子说要去洗脚 来到浴室后一瓶紫色药水就被他拿了走 将两条腿都涂满之后 便一脸诱惑地穿着浴袍走出了浴室 来到流年身前药水开始自动恢复 只见方奇尔刚准备抬起大腿 流年便已经控制不住冲动上前 对着脚丫子就是一顿 而眼看着流年不仅没晕倒 还一脸浴火焚身奔着停坐 方奇尔这才意识到的事情有个对境 从自己身体中传出来的奇怪感觉来看 定是买药的时候老板误把春药当成了迷魂 但由于药效发作两人都中了高 只能任凭一场矿石大战发生 战争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才消停下 一想到流年竟然夺走了自己的第一次 方奇尔便气不打一刷 不仅主动要求流年入坠 方家给他当坠戏 连拍卖会都没心情去了 直接扔给了流年一张卡 表示里面有一个一箱中 什么就去买什么赶金 然而听到流年穿衣服 往出走的声音 方奇尔心中又有些不是滋味 想到刚刚流年的表现 确实让他很快 那就认了这个坠戏 努力培养他成为方家的助理 不久后画面来到拍卖会宝华楼门口 流年刚准备进入会场 就被给他戴绿帽子的狗男女拦住了去 价值四万的香味 男人却用一口价四百万买下来 只为出口气给他的女友和小白脸看 原来这是刚刚前女友伯同小白脸 还在埋态流年穷逼一脸 没想到紧接着流年就给他俩上了一课 由于此次拍卖会入场人员的最低门槛 都需要一千万资产 前女友听后差点笑抽 扬言这小子要是能拿出这钱我都去吃鞋 不曾想下一秒就被光速打脸 因为流年掏出的竟然是至尊黑卡 要知道此卡最低的使用额度都是一个亿 见状前女友自然不幸 立刻找来的安保人员要求现场查验打的真伪 没想到这卡不仅是真的 流年还被带进了VAP通道 反观他们自己因为普通金卡的事 就只能跟随大众一起排长队入场 以至于进入拍卖场后眼看着流年坐在了第一排 气得黄脑男咬牙切齿发誓一挥并要出口热气 伴着宝华楼老板娘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卖物可以回复血量的冰玉箱底 就被拿了出来 起拍价十万的价格瞬间飙升到了一百七十万 而随着黄毛男二百万喊出场面一度陷入沉地 直到流年一升四百万直接打破了移境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黄毛男想要看到 因为在他眼里流年的至尊黑卡一定是偷的 如果被施主发现自然不会放过 而接下来的拍品流年都没有出手 恰好也验证了黄毛男的想法 直到老板娘抬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九条苍龙袍 一件攻防兼备战士法师都可以穿的战争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众多玩家一阵轰强台下 黄毛男更是出价五百万势必要夸得投资 没想到流年竟直接喊出了一千万再次震惊全场 而相比于被惊掉大牙的众多玩家们 老板娘却显得异常兴奋 暗自窃喜一定要设法认识流年这个大战 而她的想法也恰巧和流年的前女友不谋而合 随即就在不久后流年才到后台市穿了战警 前女友便闻讯主动找上了门 走上前还想利用美人机勾引流年吃回头草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记大嘴大嘴 我说更衣是怎么如此喧嚣 原来是贵人身旁桃花朵朵 发音刚落老板娘缓步上前来到身旁 轻声询问流年晚上可否有时间上课 前女友听到此话本想出言还击 不要却被老板娘一脚踢出了房门 就在这时音乐一响逼王登场 只见黄毛带着警官就要让流年拿出黑卡接受警 没想到结果还是失败惹的黄毛恼羞成怒 气息全开就要当场发飙 而此举恰巧应了流年测试战甲强度的心意 但她还没来得及出手 黄毛就已经被老板娘一扇子扇飞了出去 没办法黄毛只能留下狠话仓皇逃跑 只剩下流年俩人让老板娘更加放肆心 主动开始邀请流年现在就去她房间上课 而流年本想以她结果分为由拒绝邀请 没想到却惹得老板娘变本加厉突然抱住了流年 怎么你是嫌弃姐姐老妈 姐姐的技术可不是那些木头可以比 说完便一口直接对着流年吻下去 温馨提示由于本集画面相当诈利 部分剧情解说需要宝子能自行脑补现象 上课说到老板娘本想通过轻心来探查一下流年嘴里的秘密 不思想却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 紧接着她便半蹲下来 表面上是想炫耀自己的技术可以为流年缓解疲劳 实则内心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由于课程进行过快 流年很快变大喊出声交卷响 而对于老板娘的教学流年那是赞不绝口 这时老板娘又递给了流年一部手机 表示这里有她的联系方式 如果后面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 拿起手机流年这才知道老板娘名叫青秋眼 但这游戏世界也在使用手机通讯未免 让流年一时间也懵了拳 眼看着流年的识别表情逗得青秋眼花枝乱缠 行到深处冲过去抱住流年就要再上一颗 除了一阵强光袭来将两人瞬间弹 而见到流年的护体法宝青秋雅也认出了她正是帝王的玉玺 这下更加让她确认了流年就是咒王帝心的转世 见状她又急忙掏出一颗储物戒交给流年 表示如此重宝如果不放在储物戒里并会招来杀身之物 姐姐不在身边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姐姐 而这一声姐夫叫的流年瞬间一领问候 随后她才知道原来秋青雅说的姐姐正是九尾妖胡宿的孩子 眼看着秋青雅乃是一家人流年就也扔掉了防备心 想让她通过拍卖场的关系来寻找一下自己父亲和弟弟的下午 说完起身刚准备离开 一个被秋青雅称作小八戒的人便出现在了门口 只见她刚一见面就扑通一下跪在了秋青雅面前开始求爱 有的青雅一脸嫌弃一口唾沫直接吐进了小八戒嘴 可小八戒不仅没愤怒反而还细细品味起 表示这唾沫有点闲还有点心 询问秋青雅最近是不是上火 然而一旁的流年却知道那哪里是上火 明明都是她的孩子们 然而流年刚出房间还没走几步 小八戒便紧随而来叫住你 吓得流年一击零开始暗自伤身 不会是这小子知道他吃的是什么了吧 意外穿越什么伤咒王会有什么体验 刚回到家打几遍铺进了你的怀中 两个宠妃吃醋为了让你与陆君瞻 刻意制作了一款专属神器水桶 它不仅可以让咒王加湿 而且装修起来还能事半功倍 三女摆好姿势我的咒王你还在等什么呢 就在刚刚流年被小八戒突然叫住 看起来者不善还以为要对他动手 没想到这小子竟当面扑得起 非要拜流年为师教他如何才能俘获青秋雅同心 而流年本不想应允 但听说小八戒乃是天当商会的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表示自己虽然不差起 但你拜师最起码的见面里还是要准备的 话音刚落一箱子法宝便出现在了眼睛 很显然小八戒是把能拿出所和都拿出来 只为可以证明诚意让流年尽快叫他泡妞利 紧接着一本名为狐妖四十八世的书籍便被流年掏了出来 而小八戒肯定想不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破数 其实就是流年和打几上课时被记录下来的话 不久后为了尽快升级流年来到了灵树森林 拿着小八戒给他的药水和离火服相互配 一击之下直接秒杀了所有狼妖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五级等级来到了二十级 根据系统提示目前他还是个无止散修 所有技能都以封顶只能去转职大厅转职成功后才能复复 然而当流年来到转职大厅却出现异物 只见他来到前台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二十级要转职成为战士 结果却显示失败无法转职 甚至换成别的职业系统也显示他不具备转职条件同样的失败 此来想去转职失败很可能是因为他咒王的身份造成 随即流年立刻拿出玉玺意念涌动间 下一秒便传送回到了咒王林墓内 当流年外貌变成咒王的遗产 苏达吉便已经极不可耐的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 而听着达吉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自己无法转职就是因为咒王人黄血脉的问题 但其实达吉早就为流年准备了七窍玲珑物 只需要腌制三日服下后就可以提高技能学习上下 这时另外两个爱妃也钻进了流年怀中 表示这次回来为了让流年语漏君诈 他们特意为齐用灵力制作了一款专属装机 随即在三女的指引下穿过走廊打开房间 一张粉红色的床便映入了流年眼泪 听说此床不仅可以让双修事半功倍 甚至还能让流年家驶经者不衰 伴随着三女一次躺了上去摆好造型变气刷刷的看起来流年 大王还等什么呢 快来一起修炼了 挑战拳网最炸裂视觉体 再次声明本集部分剧群需要自行体会性 上一戳到流年穿越回到了咒王身份 眼看着三位爱妃齐聚一床忍不住发准 别人可要加棒 轮到本王打装加棒真是爽歪歪啊 然而据打击所谓 这多修之法还是他们三姐妹共同为咒王私人定制 此功法能助流年碎炼人体坚强 让流年更容易吸收天地惊奇 不仅修炼速度可以翻倍 甚至修炼瓶仙都值得 话音刚落看着胡喜妹已经请先用嘴碎流年淬炼 床上的打击和玉贵人开始闻怨出声 见状胡喜妹便表示既然姐妹们都懂得 那干脆就三处翘穴同时淬炼 说完一把就将流年推到了床上 感受着一股阳刚之气不断涌入体 听着打击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此床名为凤鸾春温床 乃是用999头雄性妖兽的身炼画 男人躺在上面即使持续24小时运动都不贵 说完打击变和玉贵人开始配合 帮流年淬炼排扯巧不计巧 而胡喜妹更是为了加快口翘的淬炼 直接一屁股照着流年坐了上面 她那间慈禧鼓服的声响传变了转座 直到五个小时过后一阵光芒的血 伴着系统声音响起今天的淬炼 也宣布暂时告一段 恭喜复竹秘法九池肉灵提升至终极 72小时之内修炼速度有两倍增加至四倍 恭喜大王三翘淬炼成功 听着爱妃们的庆贺声让流年感到浑身 瞬间充满了力气 但却没料到打击竟还为她准备了特殊影 那便是安排了其他人来帮流年淬炼另外的六点 紧接着就看打击一声娇和 一个名叫牛甜甜的女孩便进入了视野 此人虽然是牛魔王的妹妹 但也同时是打击的女孩 所以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而且为了不让牛甜甜感到 打击还特意嘱咐她既然成了大王的女孩 那么以后彼此就以解命相称 因为牛奶是淬炼双目的质 因此双眼翘淬炼就交给妹妹 说完便行了跪拜也退出了房间 目送姐姐们出了房间 牛甜甜的胆子也大了起 管不来到流年身边 衣衫吞去的一叉 伴着一声娇和响起 两盏大灯直接顶在了流年脑袋上 双目翘淬炼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淬炼过程让牛甜甜痛不欲生 忍不住向流年索取 大王奴家有点受不了 还请大王恩赐与路以解危机 年纪小的请自觉退后谢谢 上词说道 流年用鞭策加以恒爱 这特殊品号惹得流年一阵眩晕 随即也扑不上那么多 照着目标开始无差别鞭打 他那间慈禧鼓服的生产 传变了能做好意 然而即便是流年的手头打转 这小奶牛却仍不满足 还嚷嚷地想到更多 就在流年准备用尽全力 给他上一刻时 该死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老板娘雅姐 找到了表弟的现实 没办法流年只能选择退出战场 准备前往碧波台一坦究竟 临走时还特意安慰了刘甜甜 要他安静等待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 就回来继续催炼双弩 说完在发动玉玺转移技能的同时 又丢出了一根大红挂 让他忍不住可以先自行解决 不久后画面转到碧波台中 流年当使用玉玺空间转移来到这里 便看到了一群人正在围殴一只鲜鱼精 而当认清鲜鱼精的长相之后 看着那和表弟几乎同一样貌的神奇 顿时让流年一阵无语云烟 出于谨慎流年试探着叫出了表弟名字 下一秒表弟便冲出人群一把抱住了流年大堂 这尴尬一幕顿时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但流年却没管那么多 只是询问着表弟和爸爸在游戏里失踪到底发生的事 原来当初两人进入游戏 一路升级到20级来到了转职大厅 流年爸爸成功转职的同时 表弟却莫名其妙地被传送到了碧波台 还被系统四名登波人 而且他还被这里的地头是九头虫囚禁在此 把他当成了诱饵勾引来玩家他号钓鱼吸收惊奇 对视话音刚落半个水面突然炸裂了海 九头虫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凡人赶入本王的地头 全部献出惊援否则死 然而面对九头虫的警告 大部分玩家还在研究怎么打完战刷复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 反观流年却清楚得很 因为通过他对这款游戏的理解 这里根本就没有九头虫的设定 而九头虫却出现在此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和篡打了游戏设定的深宫暴示意 所以面对众人的群起来攻击 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项威压 下一门所有玩家便全被阵伤呆立在里面 这是贪称漫画史上最变态的词 一个大男人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小女子 让拥有两个弟弟的手下当众给他上课 其他人更是不甘示弱 帅起男人的女友开始当务 势必要比一比到底谁发出的声音更好 就在这边 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项威压 便将众人全部抹杀 只留下了流年三人汗 在他准备吸收精气时 吩咐了手下将三人情柱带回洞体 为了活命流年只能掏出了几张符咒 击退下兵蟹将的同时 急忙转头让奔波贝尔假装攻击他 好让他逃命 索性表弟的演技还算可以 杨装攻击的同时告诫 其他小兵这里有他 赶紧去抓剩下的两人 眼看着女友必尺已经快要坚持不住 金少便想出了一个法 将前几天课金买来的远程大炮掏了手 想着擒贼仙擒王 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 一炮直接将九头虫复顾攻出了一个大步 紧接着在金少开始扬言装逼时 意识到不对劲的流年紧忙拽着表弟跑向眼睛 结果果然不出所谓 由于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导致金少的攻击非但没有击杀九头虫 还彻底激怒 意念涌动间竟使用魔法将金少变成了敏 随即在九头虫的事宜下 一众虾兵蟹将直接将金少擒住围在了中间 为首的鲨鱼哥仗着自己有两动 直接双管其下一发入口 下一秒伴着此起彼伏的声音传托 吓得流年和表弟赶紧互相捂住眼睛不忍的指示 这时当九头虫注意到两人的一场 趴在地上的金少和碧尺急忙告语说他们是一人 流年是奔波霸的表哥他们在演戏给你看 明白奔波霸已经成了叛徒 九头虫回头对着两人发出致命一击 可幸流年有着九要苍龙袍的保护者才没被抹杀 利用暴殿天物技能瞬间回血三次之后 也顾不上暴露身份了直接掏出了玉玺 本想利用玉玺传送带着表弟逃出生天 不曾想在九头虫认出流年就是咒王帝心转世的一刹 利用密法封印瞬间破坏了传送阵 完了 这下彻底要全剧中了 本集后面部分继续炸裂剧情 温馨提示小朋友们禁止观看信息 上次说道 面对强大的九头虫怪事 已经被认出自己就是咒王帝心的人 本想利用燃烧人黄金血殊死一刺 奈何双方实力差距过于距离 用在九头虫身上的攻击就像老养男一般无济于事 而且还因此彻底激怒了九头虫 使出必杀技就要将流年当场灭杀 就在这时天空一道金光骤然炸现 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 金色光芒化作两头金龙品质坠下 瞬间便将九头虫人手分离当场击杀 在流年通过辅助机杀暴的装备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四级的同时 只见一道骑着穷奇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大王 而他正是殷商太世文重 就看他从半空刚一落起 便直接跪在了流年面前 老陈文重就驾来迟还望大王树 没想到此生还能再次见到大王 话音刚落又是两道光芒从空中射下的移民 他们分别是殷商青龙关组兵张贵 和大商免持守将张国 原来他们虽然都曾因守护商汤江山射警而战死沙尘 但却因忠义勇猛最后还是被载入进了风神榜 因为神破被风神榜契约的人 他们只能被迫在天界各司旗帜 如今只能把希望放在流年身上 希望流年早日飞升成仙帮他们打破加速 至此寻找表弟血战九头虫的事件 以九头虫生死到萧告一段 为了不让剩下的人泄露流年虫生成骤王的影 流年还特意吩咐了文重打开第三只天影 利用仙法进入到大家的岛海 将所有人关于这里的记忆全部消除 这才接受了三位爱将的跪拜打 目送他们返回天界消失在了天际 而在吩咐表弟回新手村继续修炼的平时 位于乱石山碧波潭水下人宫内 看着九头虫的身份名牌突然碎裂 九头虫的妻子万圣公主愤怒的直接站起时 到底是谁胆敢杀了本宫父母 但我查明真相定会将你碎尸万能 画面转回到碧波潭 处理完了后是流年便决定先返回皇陵完成淬炼 利用玉玺传送回到轩辕洞的遗产 三位爱飞均已到场唯独不见打击的声音 原来打击是去了内殿专门为流年准备双耳翘血的菜 随即流年便把目光落在了牛贵妃身上 让他扔下了黄瓜两人火鸡火鸟进入了卧室 急忙开始了还没完成的双木穴淬炼 待到淬炼完成 成功习得技能火眼金睛的系统提示刚响起 闻讯赶来的打击打开房门 便直接一头扎进了流年怀者 紧接着还没等两人温暖 一个自称是水宁的少女便走进 而他正是打击为了流年完成双耳穴淬炼整排的关键名 据说水宁本体乃是东海之兵的灵妖 他的滴一滴血可以让人听到世界上的一切细微声音 但因为水宁的滴一滴血极其珍贵不能被污染 所以只能用道具来获取 话音刚落只见水宁已经挺好上摆好的姿势 见状流年也没客气拿起了道具 先是认真观摩了一番之后 便将道具缓慢地推了进去 伴着一道尖叫声传出 水宁的滴一滴血就这样成功地被采集而出 由打几亲自操刀将血滴进了 至此刷耳淬炼完成 成功习得顺风耳技能 趁热打铁贵妃又拿出了另一个奇物玲珑 流年用鼻子纹了片刻之后 淬炼酒窍在此刻也全部完成成功解锁 远簧器 激活了引火任务活动荣耀大陆 于明早九点位于万民谷刷新大型副 完成活动奖励的物品正是重铸神兵龙凤剑的重要材料 因此流年也没有犹豫接下了活动任务 然而他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在万民谷酝酿 他正是经过深宫暴的透露得知九头虫被流年击杀 提前来到万民谷部下埋伏的万圣公主 两次因为是女富豪的坠血 惨遭女友闺蜜破骂嫌弃 唯独女少妇对她另点相待比动求同案 原来她很清楚男人不仅是咒王走势的人 而且还是杀了她仗人的真心 女人使用美人剂倒贴就是为了替服报仇 就在不可前万圣公主找到了深宫暴 得知夫君九头虫就是被咒王燃烧精血释放人黄血脉之力 召唤出了殷伤太师文仲才将九头虫击杀 而因为万民谷的大型副本即将开启咒王肯定的群 所以届时就是他报仇的最好时机 看着获得消息后悲愤离开的万圣公主 深宫暴这才露出了邪恶笑容 此刻他清楚地知道在通天教主没现实之前 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风神堡中的文仲 所以如果可以借刀杀人才是当前最好的大人 画面来到几天后的万民谷 提前来到这里的万圣公主为了以防补测 便想到了伪装成普通人的模样 先探查一下虚拟 当看见流年走进谷内后 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 就被一个白衣女子的突然出现 来人正是小妇婆方七尔 并且为了刷副本 这次她还带来了两个闺蜜一气体 然而听说了面前这个还没转直的伞 竟然是方家坠血 眼光极高的方叔便一口拒绝了流年祖队的情人 就连徐美娇也口出狂言表示垃圾就是垃圾 24级了还没转直就别进队伍破后统 这时万圣公主突然出现就要应聘主 扬言她乃是26级的控制系码 是一定会对面有的 可就在大家同意了她的组队请求之后 没想到万圣公主直接来到了流年身旁 鲁下身轻声询问起流年去没去过壁波塔 而的方琪尔上前直接打开了公主的手就要发飙 而为了不暴露身份万圣公主 只能选择道歉求原谅 但心里却已经下定了绝心 只要进入副本就会将所有人全部列上 如今却假扮成了凡人混进队伍 和一个妇婆抢上了老风 而男人虽然早已看穿一切 却没有选择接触 原来她也一直在伴族吃骨 就等公主露出原型好英雄就每一网打击 不久后队伍已经进入了万民谷副本内 此次副本规则很简单 只有成功抵达最深处的boss副本层 才有资格参加最终团本战 这时流年回头看向万圣公主露出邪魅一笑 因为她很清楚由于此处有天兵天将兼是把手 万圣公主想要动手也需要等待队伍进入最深处才能 一路上万圣公主都伪装得很好 一边利用自己的魔法师身份帮助队伍击杀小怪 一边获取大家对她的信任 一直到小队到达了副本包层路口 万圣公主这才露出真容发出了阵阵邪响 释放出技能黑暗领域将众人包裹进阵口 信息全开紧用了一招 便将大家瞬间轰飞差点秒杀 而面对万圣公主的步步紧逼流年也早有准备 先是召唤出了八戒防御罩 让几个女孩先进入保护罩内躲避攻击 紧接着就在她打算独自出去挑战万圣公主时 方琪尔本想和她一同面对危机 但却被流年揽了下 从刚才万圣公主的攻击来看 你出去只会给我拖后腿 留在保护罩里最起码会保证安全等我回来吧 听到这里方琪尔也留下了激动的泪声 当众发誓如果流年能活着回来 就答应做她真正的气务 流年听完笑了一下 抖出保护罩便向着万圣公主而去 而两人可能都没想到 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 都被藏于暗主的天神哪吒三太子尽收眼底 眼看着流年释放影分身 对着万圣公主正进行无差别打 但大家都明白 还没有转职的流年技能等级最高就是四级 所以万圣公主受到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 就连藏于高处的哪吒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想着面对一个二十级大妖 身为散人的流年竟然还敢出手挑战 真是可惜 然而下一秒哪吒便被光处打脸 因为万圣公主眨眼间就被流年轰的盗飞而出 这一幕不仅让方齐尔芳心大乱 甚至连她的两个闺蜜都对流年改变了看 纷纷抢着要为她生猴子 但显然身为二十级大妖的万圣公主 没那么容易落败 只见她起身擦掉了嘴角处的鲜血 紧接着周身开始散发出大量紫色气息 下一秒直接释放出了终极奥义紫胶领 目标直指流年本尊快仔细来